假日诊所外人有不少等待民众 却是来打疫苗 甚至还有要打第一剂的 就是因为本土疫情升温 垂出接种率 其实因为最近疫情比较严重 对对对 12岁以下目前还不能施打 那其实会有很多 有忧虑的爸爸妈妈们 他们其实会一直很想要说 那个可不可以施打 或者说什么样子 有管道或者怎么样可以打 但是我们还是跟他讲 可能还是要按照官方的规定 这是近期家长最关心的议题 尤其出现首例2岁男童重症 疫情紧张再不让小孩施打 就怕为时一晚 看看世界各国早已开放 5到11岁孩童打BNT 包含美国 新加坡 日本 韩国都已批准 至于英国也在4月15号宣布 让6到11岁小朋友施打莫德纳 我们的专家这次会先审莫德纳 那BNT的资料还在进一步的审视 虽然大多国家都是打BNT 但现在不仅台湾没有 资料也没被齐全 反观17号时要属先审莫德纳EUA 本周ACIP就要开会讨论 莫德纳其实虽然他比较稳打 但是他的数据也不 跟BNT来讲的话 对他们的二期三期的数据的话 也不输BNT 对其他其实的保护力也是够的 大部分都还是属于比较轻微的 不良反应 顶多就是发烧 还有注射部位的疼痛 拿出国际数据美国是打867万剂BNT 在5到11岁儿童身上有4249件不良事件 其中心肌炎占了12例 但这样的数字跟12岁以上青少年相比 发生几率较低 疫苗副作用普遍和成人差不多 但是否要跟上国际脚步 儿童也能靠疫苗取得保护力 就等指挥中心排版 这本新闻张敏如旧 宣传台北报道 掌握全球情势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 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